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小昆和大家共同建赏两支青花冠 这两支青花冠呢 文饰类似 年份相当 寓意相同 但是呢 青花发色和胎质不同 我这样对比着给大家讲呢 是教大家在收藏过程当中 如何区分质量的好坏 档次的高低 这两支青花冠呢 都是老的 有两点内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文式含义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年份 我们先给大家拿这一个看 它这个工艺呢 采用的是青花开光形式 这个开光内部呢 两个小孩 大家看这两个小孩呢 手里拿的是脸蓬 这支罐呢 采用的是三开光 这个罐呢 比较大 这支罐呢 是两开光 前后两个开光 也是小孩 手里拿的是脸蓬 这个题材名称呢 就叫植连童子 童子天生可爱 象征着新生 具有吉祥寓意 莲花呢 在佛教当中 象征着纯洁和重生 二者结合在一起呢 这种植连童子 是非常有名的 传统文样 它体现的是 人们对家族兴旺 子孙万代的期盼 以及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 如果我们大家喜欢玩 这个玉器的话 在这种古代玉器当中 也经常出现 植连童子的形象 这种植连童子的玉件 最早出现在宋代 明清玉件上边 也非常流行 在宋代孟元老编写的 回忆性散文 东京梦华录当中 有这样的描写 七夕前三五日 少儿须买 何一儿直之 盖孝贫摩和乐 这个摩和乐呢 就是象征这个童子 它是繁语的音译 代表着呢 就是佛子 化成这种小孩的形象 把这个小孩呢 誉为天下第一巧儿 这种玉件题材 表达的也是 对这种人口增加的渴望 过去呢 不单是我们中华民族 全世界各个人民 渴望的都是增加人口 因为在古代 社会第一生产力 就是人口 在前些年呢 我们人口比较多 实行了计划生育 最近呢 这个国家鼓励 二胎三胎政策 又开始了增加人口 我给大家拿这两个罐呢 是让大家对比一下 青花发色 大家看了吗 这个青花发色啊 非常的清脆艳丽 这件罐的青花发色呢 就偏灰啊 偏闷 它的辞纸呢 大家看啊 偏干色 一会儿呢 镜头我会给大家转过来 这是它的底部 我们看这件 口颜的胎质非常细糯 右面的紧皮亮幼 糯米胎 他们的年份呢 这件是清代康熙时期的 这件呢 大家说康熙也行 说雍正也行 也是康雍时期的 为什么我说年份相当 大家看这个右面 这个胎质 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好多康熙的罐 这个胎质呢 也能举一反三 等于我的谈友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烧盐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气泡 在康熙时期啊 经常出现 青花发色 胎质呢 紧皮亮幼糯米胎 等这件罐呢 大家看啊 这个底足呢 跟它就要差一点了 给大家对比着看一下 就是大家在收藏过程当中 一定区分什么是质量高 什么是质量低 像这两个罐呢 虽然年份一样 纹饰呢 类似 但是在这个价格上边 要差很多很多 下面的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在近距离的看一下 有机会的话呢 可以来我这里 上手体验体验 感受一下食物 这样大家印象会非常深刻 现在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来了 这个青花发色呢 大家一目了然 这个胎质呢 紧皮亮幼 大家看啊 它就干涩一些 这个呢 非常戏弱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这种啊 康熙的冰霉罐 包括其他文士罐啊 大家都可以归类学习 这是老瓷器 内部的右面凝润程度 拉披痕迹啊 非常不规则 这是它的底部 这个罐呢 这个底部呢 有一个小精硬 不透里面 有的朋友说 这个圈奴上面黄色的是什么 这是护胎 原始刷的护胎 大家把这个文样记住了 直连童子 这个呢 底部呢 就要声色一些啊 但是呢 它也是老的 声色是相对的 这是它胎质的原因 这两一个对比呢 大家在上手体验集啊 一目了然 我们在收藏的时候呢 这一类的直连童子罐 也叫娃娃罐 档次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是人物罐 我们还是那句话 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每期视频啊 都会给大家拿出来一些精品的食物 供大家参考鉴赏学习 大家呢 多学知识 少听故事 多上手实践 对于大家玩收藏呢 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再次感谢大家